一次业余摄影,他竟然发现了弟媳的秘密 有那非个男子,样子很是亲热 没拿到弟媳有外遇的证据,他偷偷给侄女做亲子鉴定 这薄薄的一张纸,让一个家庭解体,死的死,关的关 侄女死亡,弟弟身陷淋雨,他才发现鉴定报告是假的,要命的证据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2年8月的一天傍晚,摄影爱好者陆大山带着相机来到公园拍照 当时陆大山看到湖边一对拥抱着的男女进入了镜头 夕阳夕下,树影婆娑,画面很唯美 他赶紧按下了快门,晚上回家整理照片时 他却发现照片中的女子很像自己的弟媳和娜 虽然看不清面貌,可他手上那枚戒指却是特别的眼熟 那是去年陆大山在国外,特意给妻子和弟媳两个人定制的两枚戒指 陆大山担心自己看错了,还特意把妻子叫过来 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 没错,就是这枚戒指,是他从国外戴回来的 照片中的这个女子明显比妻子高很多,那肯定不是妻子 从她的身高胖瘦来看,倒是跟弟媳和娜差不多 难道是弟媳在外面有了人? 想到这儿,陆大山的眉毛皱了起来拧成一个穿色 该不该把这事儿告诉弟弟陆小海呢? 说到对弟弟陆小海的感情,哥哥陆大山那可是真心实意的疼他 陆家父母死得早,兄弟俩是相依为命 一直靠亲戚帮衬着生活 哥哥陆大山初中没毕业,就自己在外打听生活 为什么呢?为的就是供弟弟读书上学 想弟弟将来啊,过得好 生怕陆小海在外受了委屈 这陆大山是辛辛苦苦二十多年 一点一滴,挣下一份家业 自己开了个生产未育的厂子 那可以算得上生育场上的成功者了 如今啊,陆大山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开始放松自己,享受生活 最近这两年,陆大山喜欢上摄影 没事呢,就喜欢背着相机去公园转转 可这张照片,却打破他生活的瓶颈 因为他发现,弟习和纳可能在外面有了私情 虽然陆大山很想把这事告诉弟弟陆小海 但是想到自己啊,并没有真凭实据 那单凭这张照片,冒失的跟弟弟说 就怕引起夫妻之间的争吵 如果弟弟知道这件事,再找自己对质 那还真不好说什么 考虑再三啊,陆大山决定 先把这件事放一放 反正弟弟和弟习和纳都在自己的公司 自己啊,先观察一阵再说 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事情本可能就这么过去 但是有一天傍晚,陆大山从公司下班 在停车场里看到了让他更为上火的一路 当他刚把车停下呀 就看见几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视线内 有弟习和纳,还有侄女星星 还有一个男子,更让陆大山感到很惊讶的是 这三岁的侄女星星呀 竟然骑在这个男人的肩膀上 咯咯地笑着,发出银铃般的声音 显得非常开心 而和纳呢,也在一旁不时地效望着两个人 侄女星星,怎么和这个男人这么亲近 难道弟习和这个男人之间 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陆大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看着三人欢天喜地地在一起 他竟然冒出了一个很可怕的念头 这侄女儿会不会是弟习和这个男人的女儿啊 这个念头简直把陆大山折磨得快要疯掉了 他一面安慰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可是一面呢,又忍不住去分辨这个男人和侄女的长相 到底哪儿像,哪儿不像呢 回到家以后,陆大山又翻出侄女儿冰写 和弟弟陆小海的照片 他越比较越心慌 觉得侄女儿和弟弟一点都不像 到时候和那个男人有几分神似 这可怎么办 这陆家可不能替别人养孩子 绝不能当这样的冤大头 这几日陆大山被折磨得寝食难安 他想帮帝 可手里又没有足够的证据 怎么办 就在陆大山想不出办法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张广告单 就是这张广告单给了陆家致命的打击 2012年11月初的一天晚上 陆大山下楼到信箱去取报纸 却在信箱里发现一张印有亲子鉴定的广告 几个醒目的大字 像磁石一样吸引了陆大山的眼光 这广告单上写的是什么呢 他宣传的是一家名为珍宝的亲子鉴定机构 说是只要提供胎儿的羊水 绒毛 带毛囊的头发等等 那就可以做亲子鉴定 收费也不贵 三千多元 看到这儿啊 陆大山灵机一动 对呀 去做个亲子鉴定 与其整天疑神疑鬼的 倒不如闹个明白 不过这件事 陆大山打算悄悄的进行 等结果出来了 再把情况告诉给自己的弟弟陆小海 两天以后啊 这陆大山就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 得知程序并不复杂 他就开始准备 几天后 他找机会收集了侄女和弟弟的头发 用一个小小的塑料袋装好 2012年11月17号 这陆大山按照广告单上的地址找了过去 接待他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对方收下他提供的毛发样本 让他去另一间财务室交完钱以后 就说一周后来取鉴定报告吧 做完亲自鉴定发现地址真有问题 鉴定人陆小海和献性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亲自关系 面对证据 愤怒的弟弟做出了不可挽回的举动 接近小小的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飞了出去 侄女死了 弟弟入狱 未还清白必须做了第二次亲自鉴定 要命的证据 法律长堂正在播出 经过整整一周坠坠不安的等待 2012年11月26号 陆大山如约拿到了亲自鉴定报告 可是结果呀 却让他目瞪口呆 自己的猜测竟然真的变成了可怕的现实 鉴定结果上清晰的写着 鉴定人陆小海和献性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亲自关系 这一下陆大山怒了 和纳竟然背着弟弟陆小海在外面乱搞 还生了个野孩子 这口气怎么也不能咽下 说到弟媳和纳 那还是陆大山托熟人给陆小海介绍的 和纳学的是才快专业 长相出众 身材高挑 当年呀 陆小海大学毕业后 陆大山呢 就安排他在公司做了一名管理人员 后来又把和纳安排在自己的公司当了一名会计 很快弟弟陆小海和和纳就结了婚 在陆大山的关照下两个人的薪水都很高 小日子过得很不错 一年后呀 这和纳就生了个女儿 就是三岁的新星 按理说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和纳有什么理由红杏出墙呢 虽然陆大山想不通 但是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满心怒火的他 第一反应就是把鉴定结果告辞弟弟 当陆小海打开亲子鉴定书 看到眼前的白纸黑字 鉴定人陆小海和新星 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 他的脑袋呀 嗡一下就大了 眼前陆大山的嘴在一张一合 可到底在说什么 陆小海完全没反应 这脑海中只不断地闪现一个念头 这孩子不是我的 那他是谁的 看到陆小海神色伟名 陆大山的心里也是万分难过 可他也不知道怎么劝弟弟才好 看到弟弟陆小海失魂落魄的样子 陆大山气愤地说 离婚 这样的女人我们陆家一天也不能要 哥以后再给你找个好的 陆小海渐渐回过神 抓起桌上的鉴定书 大步离开了陆大山的办公室 怒火中烧的陆小海打算找妻子和那对质 可再一想 女儿心性怎么办 想起三岁的女儿 陆小海的心里像撕裂一般疼痛 痛苦中陆小海来到了一个小酒馆 喝得是冥冰大醉 这一晚满身酒气的陆小海回到了家 他不会想到 就是这一晚发生了让他厚乎一生的惨案 妻子和那见丈夫陆小海喝得东倒西来 就站起身来呢 扶他进屋 责怪他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陆小海一把推赏他妻子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把你资格管好就行 和那见丈夫不可理喻 就骂了他一句 神经病就准备甩手走开 可是啊 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的陆小海 见妻子骂自己 他就一把从后面拽住和那的头发 把亲子鉴定的结果摔在地上 破口大骂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居然给我戴绿帽子 你把我当成傻子呀 和那呢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忍着痛 从地上捡起了那张纸 一看 居然是一张莫名其妙的亲子鉴定 他气得浑身发抖 上前就是一耳光 打在了陆小海的脸上 妻子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 没有丝毫的愧疚 还先对自己动起手来 这女人也太不像话了 不好好教训教训他 网为男人 于是酒气上头的陆小海 不由分说的对着妻子和那 就是吉尔光 和那也是个烈性子 女丈夫就这样撕打起来 夜深人静 两个人的打斗声 惊动了正在房间内睡觉的女儿 小小的人穿着睡衣 走出卧室 看见妈妈被爸爸打 大哭着 朝两个人喊道 你们别打了 可气头上的陆小海 已经被怒火蒙蔽了双眼 他一叫就朝和那踢过去 和那一闪躲开了 可没想到 却踹在了冲出来 保护妈妈的心心身上 眼见着刹那间 心心小小的身体 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飞了出去 在空中画了一个抛物线 落了下来 砸在了尖锐的玻璃茶几脚上 心心闷哼一声 随后软软的倒在了地上 看到女儿被丈夫踢飞了 和那一下子就推开陆小海 冲上前抱起女儿 用手捂着女儿 头部出血的伤口 嚎啕大哭 此时 陆小海的酒也被吓醒了 他用颤抖的手指 拨下了120急救电话 很快 救护车赶来 将心心送往医院抢救 尽管医生尽全力抢救 可令人痛心的是 由于心心被踢飞下落时 又是头部着地 太阳穴呢 又正好砸在了尖锐的茶几脚上 引起了炉内大出血 在重症事抢救了三天三月之后 可怜的心心 还是离开了人世 陆小海因为过失之人死亡罪 被警方刑事拘留 好好的一家 顿时四分五裂 生离死别 而这竟获取一张薄薄的心底鉴定 此时的河纳是既悲痛又愤怒 丈子的哥哥无端插手自己的家庭 造成女儿无辜的送命 为了还自己和女儿一个清白 河纳向公安机关递交了亲子鉴定的申请 2012年12月1号 心心和陆小海的毛发 被送往公安部门的鉴定机构 一周后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陆小海和心心两人 DNA鉴定的吻合率为99.9% 是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 也就是说 心心是陆小海的亲生女儿 得知结果后 看守所里的陆小海 濒临崩溃 他觉得对不起妻子 更对不起被自己一脚踢飞惨死的女儿 他恨不能用自己这条命换回自己的女儿 而陆小海的哥哥陆大山更是五内俱焚 毁不当初 都怪自己多事啊 好好的一家人 死的死 关的关 怪自己捕风捉影 非要去做什么亲子鉴定 迥然不同的鉴定结果 对于这个家庭影响重大 一个鉴定结论是 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 而另一个鉴定结论是 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 这薄薄的一张纸 让一个家庭解体 间接断送了一个幼小女童的性命 让失去亲生孩子的家人 痛不欲生 悔不当初 可为什么鉴定结果会截然相反呢 难道是鉴定机构有问题 想到这儿 被赶自责的陆大山 立刻向警方举报了 珍宝亲子鉴定机构 警方展开调查 发现这家亲子鉴定机构啊 根本就是一家地下机构 不具备鉴定资质 既没有经过司法行政部门的核准登记 也没有相关的从业人员和技术设备 面对陆大山的指证 这家非法亲子鉴定所的负责人 李东阳终于承认了犯罪事实 哥哥找的亲子鉴定机构竟是非法的 李东阳他根本就没有做亲子鉴定的技术 一份假证据让一个好好的家庭支离破碎 如果陆大山找了一家正规的亲子鉴定机构 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 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亲子鉴定机构 如何分辨哪家是真 哪家是假呢 要命的证据 法力讲堂正在播出 原来38岁的李东阳曾经在一家咨询公司做过私家侦探 一天呢 他是无意中从报上看到 现在由于婚外性行为的增加 非婚生子女的频繁出现 夫妻之间的忠诚和信任受到了挑战 导致呢 亲子鉴定的需求不断的增多 那么相对于法定的鉴定机构 民间亲子鉴定费用低廉 并且无需实名登记 又较为隐蔽 往往呢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给出鉴定结论 因此受到了不愿采用法定程序 但是呢 又需要做鉴定人群的热烈追捧 看到这儿啊 李东阳是领机一动 在2012年初 他租了一间房子 也请了两个人 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单 就打着司法部认证的旗号 花了一百块钱 做了一个亲子鉴定的工章 按照之前做私家侦探时看到的鉴定结论书 做了一个模板 这一套准备工具完成以后 李东阳就开始像模像样的开办了这家亲子鉴定所 让他暗自窃喜的是 这亲子鉴定所刚开张不久 他就接到了不少的生意 生意啊 是接到手了 可实际上 李东阳他根本就没有做亲子鉴定的技术 但是有过做私家侦探经历的李东阳 对这些人群的心态非常了解 他知道 这一般人来做亲子鉴定 那都是起了疑心的 如果鉴定的结果能够印证这种疑心的话 这客户呢 大部分只顾着愤怒 根本呢 就顾不上再去怀疑结果的真实性 所以每次当他接到客户送来的样本时 他随手啊 就都扔了 鉴定结果呢 却都一律写着不存在亲子关系 刚开始弄虚作假的时候 李东阳也是提心吊打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后 发现一切风平浪静 就如他所推断的一样 根本就没人来找他麻烦 生意反而越做越多 李东阳交代 从2012年3月 他的亲子鉴定所开张到现在 他已经接了100多例亲子鉴定 每份亲子鉴定 需要缴纳费用3200元 这算金额已经高达30多万 而陆大山呢 正是他的第102个客户 于是一直鉴定 陆家就被李东阳这个假李奎真理鬼 害的是家破人亡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这100多份鉴定结果 会让多少个家庭动荡不安 会让多少夫妻劳艳分飞 会让多少孩子出身不明 如果陆大山不是遇到他 而是找了一家正规的亲子鉴定机构 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 那么说到这儿 怎么分辨网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 亲子鉴定机构呢 哪家是李奎 哪家又是李鬼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到的 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 根据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 第28条规定 凡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的 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 必须统一编入司法鉴定人和 司法鉴定机构明册并公告 那也就是说 如果鉴定人在选择鉴定机构前 要留意每年省级司法行政机关 在报纸上或者是官方网站上 公布的目录名单 确保他所选的机构呢 在目录范围之内 那么在做鉴定前呀 这个鉴定人呢 还可以到鉴定机构 去查看他的司法鉴定许可证 去查看他职业人员的从业证 确保鉴定出来的结论是真实有效的 那回到本案呢 这第二家鉴定机构 就是正规的亲子鉴定机构 鉴定结果是 欣赏和陆小海 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 得知结果以后 哥哥陆大山恨自己瞎了眼 造成今天无法挽回的局面 可陆大山的疑惑 却依然未能解开 那张在公园里拍摄的惹惑照片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陆大山拍的那张照片中的女人 根本就不是和娜 而是跟她身材相仿的闺蜜 两个人都很喜欢小饰品 很多事物都会换着戴 不久之前 看到和娜手上的戒指造型独特 闺蜜呢 就借来戴了一段时间 当闺蜜戴着这枚戒指和男友在公园约会时 没想到就正好被陆大山碰上 拍了照片 起了疑心 而陆大山在停差场看到的和和娜说笑的男子 正是和娜为闺蜜介绍的男朋友 再之后 就是那第一份该死的亲子鉴定 让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不可收拾的局面 真相大白后 看守所里的陆小海 又恨又毁 恨李东阳这个骗子 毁自己错怪妻子 如果不是他失手害死了亲生的女儿 此时他们一家还会在一起幸福的生活 很快 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处陆小海有期徒刑三年 缓期五年执行 同时 做假鉴定的李东阳 也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最终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十五年 悲剧发生后 陆小海的妻子和那无法接受女儿离去的残酷事实 他无法和不信任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于是他向法院起诉 和陆小海离了婚 而陆大山呢 也是一夜之间白了头发 他总是想起死去的侄女心性 想起心性那银铃般的笑声 他无法原谅自己 事态的多疑 才让事态一步步恶化 最终导致心性惨死 弟弟锒铛入狱 更让陆大山痛心的是 当他去探望案发时 关押在看守所的弟弟陆小海时 弟弟的眼光 冷漠而绝望 像看待一个陌生人 弟弟陆小海的话语 也是冷冰冰的 他对陆大山说 你是我的亲哥哥 对我有恩 可欣欣也是我的亲生女儿 是我的掌上明珠 要不是因为你 他不会死 可这一切都回不来了 我无法原谅自己 也不能原谅你 从此以后 我们兄弟情分一刀两断 看着弟弟头也不回的离去 陆大海试图挽留的手 无力的垂了下来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法律讲堂 再见 女子家中身亡 多年积蓄也被席卷已空 老公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我妈 死者丈夫收到妻子绝命短信 妻子母亲却坚信女儿并非自杀 她一向站起来抓住女人的手 激动地说 我知道 肯定是她害了我的女儿 一支漂流瓶揭开了女子的死亡之谜 漂流瓶里的爱情 法律讲堂 明日播出 感谢您的观看 明日播出